陈光诚当天在母亲兄长和妻子儿女等家人的陪伴下 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全美记者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陈光诚使用英文在致死中表示 早在遭遇被困牢狱或监视居住的多年当中 向外界表达追求法治公正就是他的一个梦想 与他在中国共同试图争取基本人权的村民 邻居新闻记者律师及普通百姓 虽面对中共当局的强力打压 但维权者们最终为中国的法治公正做出了抗争 这也就是他在这本吃脚律师回忆录中 希望向读者讲述的经历 陈光诚在新闻发布会上回顾了中国当局 强制计划声誉以及对维权者的拘禁迫害 并在与现场媒体和读者的对话中强调 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 为当前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设置了障碍 大家知道人大两会刚刚开完 长大江说充分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用 由常委会党组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汇报 你说国家最高权力要向党中央请示汇报 国家最高权力是个什么 党中央又是个什么 所以对于中国将走向何处 对于共产党想要干什么 只要看明白这三十个字 什么都不用看了 中国盲人美权是陈光诚 2012年4月逃避山东林一当局 多年的监视局住后进入美国驻华使馆 后经美中两国政府协商抵达美国 陈光诚目前同时担任美国天主教大学访问学者 威瑟斯旁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以及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高级顾问 陈光诚在记者会上感谢美国政府和学术机构的援助 并呼吁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继续加大 关注中国人权的力度 陈光诚会后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希望接触这本回忆录 促使中国民众能战胜恐惧 共同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 我是一个盲人 只要他们能坚持 只要他们战胜自身的恐惧 其实他们要比我强得多得多 我们携起手来各尽所能 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 一定能够争得属于我们的自由 一定能够改变中国这种 在恶性循环中不断往复的命运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的 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原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表示 陈光诚回忆录的有关阐述 更对美国政府和经济界的对华政策 提出了警示 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反应呢 就是说比在国内的时候 可能更清楚的认识到中共的本质 那么就是说一方面美国政府呢 不要说因为一些暂时的利益合作 就放弃自己的原则和立场 美国的这个经济界 实业界可能会觉得有求于中国 所以在有些方面也是尽量的妥协 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呢 就是说各方面都要明确自己的立场 最后带来这个后患 可能不仅仅是中国深受其害 整个世界都有可能深受其害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中国作家于杰也指出 陈光诚回忆录的出版发行 对目前的中国维权事业来说 具有推动意义 我觉得他会那鼓舞更多的人 那站起来像他一样 就是不仅在那个提花生育领域 在那个其他的领域 包括这个妇女权益 儿童权益 教育权等等 那很多领域 大家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 所以我觉得除了今天的这个英文版 那出版以外 我特别盼望那个中文版出版 然后能够放在这个网络上 然后甚至被比如说 亚洲电台制作成一个朗读版 然后在网上大家可以下载阅读和收听 这样的话 我相信能更多中国国内的人能够看到 陈光诚英文版回忆录 吃脚律师 一个在中国争取公正和自由的盲人 本月10号由美国亨利霍尔特公司正式出版 陈光诚表示 该说的中文版本 有望在今年 就能与中国的读者见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和平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